苗栗县有200多处银法族社区关怀据点 县府逐步加码补助据点设施与共产经费 关心营运状况 县长中东景特别到竹南起顶社区 视察和千岁太古团长辈们一起打太古 活力满分 也强调将加强照顾偏乡村落长辈 太古老师指导下县长中东景 与立委陈朝明夫人吴丽丽 竹南政代会主席何秀明等 一起跟着旗鼎社区千岁太古团长辈们来练习 有板有眼 从阳节前夕县长特别到关怀据点和长辈画家常 关心他们在据点活动的情况 看到银法组长辈在课程带动下展现满满的活力 校口常开当场送上红包和小礼品 来到起顶社区据点的长辈有50多位 平均年龄约85岁 每周一、三、五、三天开课共餐 礼拜一是千岁太古 礼拜三是长照的失智失能延缓课程 礼拜五是长青学院 从大补、公益、旗鼎 绝大部分是旗鼎里的里民 那现在的来这边共撑的人数是51个 鼓励长辈多走出户外参加据点活动 促进身心健康 县长有感而发 呼吁子女加结前夕返家团圆 他也考虑增加偏乡据点共餐费用 偏严的地方 当然长辈来关怀据点的年纪就偏大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他的食材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那调整当然会有费用的问题 那县府我们会利用各种 我们可以自用的援助来协助比较偏远的地方 因为他们采满也比较辛苦 苗栗县今年补助各据点三万元 餐饮经费也加码两成 期望每个社区一个据点 让长辈乐居苗栗 健康又幸福